好 回過頭來 雖然說現在國內的疫情看似有趨緩 但是提醒大家防疫真的不能鬆懈 在台南有這一個飯店業者 是在這個高棚滿座的店裡頭 要是沒有依照規定戴上口罩的話 民眾看到覺得非常不衛生 因此就上前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勸說 沒有想到竟然還是被反嗆 那麼事後業者也緊急出面解釋了 說在這個嘉義傳統市場 則是被這個直擊說 在這個民眾有人開始是無視於路口的 這些十連制的板子 他就直接騎車穿過 到攤位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好好的做掃描 因此很擔心再這麼下去的話 恐怕會出現防疫的漏洞 所以相關單位已經緊急的派員來做宣導 台南蝦仁飯店裡高棚滿座 但卻有眼尖的民眾發現 補菜色的業者竟然沒有乖乖戴上口罩 疫情期間不顧規定讓用餐民眾覺得相當不衛生把過程PO上網 受業者也緊急出面澄清 雖然有理由但未戴口罩還被錄下事實擺在眼前 因此相關單位也將進行開罰 攤商提高分貝喊著來又來又 嘉義市傳統市場總是人擠人 但卻有人發現 油門一催直接進入無視QR Code的板子 甚至有攤商被指控 根本連條碼都沒提供 這情況還不是一兩天而已 出來喊冤表示一切都按照規定 自有為了不讓食聯制淪為虛設 因此還加派人員在入口處把關 不過還是要提醒民眾 不能因為疫情虛緩就鬆懈 還是得封緊神經 別讓病毒有機可乘 華視新聞嘉義台南綜合報導 正在發生的情況下